台中北区有民众把轿车临停在路边 违规压在斑马线上 有一名富人疑似不满路被挡住了 尚且狂拉车门还拍打车窗 甚至跟车主一阵互骂 警方来到现场时 这名富人已经离开了 车主自认倒霉决定不追究 民众把一车停靠路边 这是一名富人靠近狂拉门吧 富人试图开车门 让车主吓坏拿起手机录影 车主不满走向前想问个明白 跟双方一阵互骂 冲突犯在台中北区 被吞入于梅亭东街口 车主将轿车临停路边 违规压在斑马线上 疑似人的富人不满路线被挡住 才会狂拉车门抗议 会被吓到 就会以为说他会干嘛 感觉他状态不是多人 报警吧 可能会问他说干嘛要开车门吧 团围围围的还有这辆送瓦斯的小货车 驾驶好倒霉碰上一对情侣吵架 小货者挡在帮马线上 乘了两人的出气筒 男子先踹了一脚 一旁女子也跟着踹 下来驾驶赶紧驶离 受警方总联系驾驶 驾驶表示没事就好 站不追究 解中部重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